他們那個瑜伽有一種說 藝人士現在在移動 那在移動對不對 那在移動那 可是那個地方是不是有 有好幾種那個天氣的形態呢 那跟動物大天氣一樣 跟著食物走 但是那夠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他們那一塊地 他們所屬的那一塊地 有不同的氣候嗎 但是他那個生物的那個 這個長子像台灣就好了 你看種稻子就知道了 一路看下去 這邊正在插秧那邊已經結果了 光是台灣 他就是 緯度各方面有點差別環境 所以以前我們中文講說看風水 看看山是看看水是 那氣 我們看到天氣 天好像都是一樣 可是他每個時間點不一樣 等於他產生的能量的地方不一樣 能量不一樣 大地接收的他轉變的訊息不一樣 那花就知道什麼時候 這裡面的花就知道 什麼時候要開花 什麼時候桃花開 什麼裡花 什麼裡花開 不是你澆水他就開 就他知道 季節到了 環境對了 他就開始了 所以他那邊呢 他那邊也是一樣 所以他們就會追逐這種 這種生態的變化去找他們的食物 那當然他們也在很多的 這個過程裡面 扮演他們應該扮演的角色 他某些部分去產生 某種平衡 因為平衡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剛剛講說人他就能夠平衡 那人但是人不曉得 善用自己這樣的力量 我們知道有一個人 就是打棒球 王真志 他不是打棒球嗎 打打打打打打 那時候他剛到日本 他也不 他也不講日語啊 結果女的就很喜歡他 每天給他送水給他喝啊 幹什麼 兩個眉目傳情 根本不需要語言啊 對不對 新的力量比什麼大 然後他們就談戀愛 談戀愛就結婚啊 一結婚由王真志就有煩惱 對不對 要有房子啊 要有車子啊 要有牌子啊 那怎麼辦呢 他球就打不好了 心裡有壓力 有恐懼 他不能 就是因為打球而打球 所以他才打不好 那打不好了他怎麼辦呢 他在廟裡面去拜拜 因為日本也是信佛的 他在廟裡面去拜拜 拜的好幾天 拜的很虔誠 那就有一個 算是一個 投託 由方的和尚 就看著他 他說 我看你來了好幾天 你有什麼困難嗎 所以你看人都是這樣子嘛 你說拜拜 哪裡是要 要解脫 要什麼 都沒有 什麼色不一空 空不一色騙人的 其實就是 我說這個寺廟的對聯 就是發財不見面 倒霉大傳言 就是你一定有問題 要找他了 就到廟裡去 你看現在 越不景氣一廟的 哦 香火拳好拳 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他就求了 他說 他就跟他講了這樣講 他就說 他聽得不然你聽懂 他說你就是要拿一個球 丟出去 你要從前面丟個球過來 拿一個棍子 打出去 打到很遠的地方 是不是這樣 他說是啊 那很簡單啊 球看得到啊 棍子也夠粗啊 能不能打不到呢 他說很難耶 那球會飄啊 他說 可是你球跟啊 棍子跟他碰的時候是 就是一個點啊 就你 點對就好啦 你管他前面怎麼飛 後面怎麼飛 他說可是很難抓咧 他說你要用心打 他說哦用心打 回去說好用心打 回去想怎麼用心呢 用力他會 用心他不會 他說他就回去問他 他說你告訴我怎麼用心 他說心 就是平衡 你看老鷹 他能夠飛翔 用氣流 他是用一隻手抓到樹枝 晚上睡覺 才一隻手抓樹枝喔 不平衡吧 扁蝠睡覺是倒掉啊 很辛苦啊 他是鍛鍊他的平衡力量 他要比一般的生物 有更強的平衡力量 一隻腳站很不平衡吧 可是你的心 會因此而增加你的平衡力量 平衡力量代表心力 我那隻一聽 他就會了 有他打棒球 把一隻腳拒起來 後來他講說那是什麼 經濟獨立式 經濟獨立式的 就是後來他球一打不好 他不是去球場上練耶 他都山上去了 他山上再幾天下來就 對不對 平衡能力又增加 心力又出天 所以人是不會用心 人不會用心跟平衡有關 你看你很多東西 你不平衡啊 平衡就是你的重心抓得到 人 老化就是平衡消失的 走路不穩 一定是這樣子 那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你的平衡的力量要增加 你越不平衡的時候 你讓自己平衡下來 所以你說在家裡 一個房間裡安安靜靜的 那叫靜坐 那不叫打坐 打坐是很辛苦的 那是你要在很 你要在很混亂 在懸崖上面 在很多很逆境的時候 你能夠讓心平靜下來 就是你有那個力量 那是轉換的力量 那是轉換的力量 那客人能不能請您 您看到的非洲巫術 跟這個中國道教的法術 或者是就是中國道教的 廟裡的罪概那些 你覺得他們有沒有 有些什麼樣的差異性 然後第二個我想也先下去的就是 您就醫學或科學來看 那個所謂各門各派的巫術 你請用那個科學的角度來看 他們的共同性是什麼 好 我想第一個部分就是說 巫術它成為一種術 就表示它是一個方法 所以不要把巫術當成一個信仰 它不只是信仰 當然信仰也是一個力量 所以有的時候 我們人有的時候也是 我以前有個朋友在台中 有一天他後來問我一個問題 他說你總統選誰 我說 就這樣 反正我就跟他選的不一樣 他說那我不能做朋友了 他是深綠的 我覺得 哇 他們那一群人真的就是 他們已經成為他的信仰了 成為他的生活了 那天我們還特別祝福他 他說什麼 馬年到了 祝你這個馬年行大運 他說已經是掰腳馬了 還是什麼 他說幹嘛要把馬年行 你會發現它是非常奇怪 就是說 其實信仰它是會產生一些力量 信仰本身沒有什麼好說 只要你相信 你可以相信三民主義 你可以相信什麼 你相信它以後 你相信武力可以得到一切 你就是發展的武力 那一定人是跟著信仰在鑽的 不管你相信什麼 你什麼都不相信 也是一種信仰 那所以我想它是一個方法 所謂的一種術是它可以 你可以做用的方法做 你也做出來我也做出來 就是可以稱為是術 那其實道家裡面非常多的法術 那我們在研究密宗的這一塊的時候 發現密宗裡面 其實它就是以前我們新佛滅道的時候 很多的道士沒有辦法 就往喜馬拉雅山山脈 天山山脈往那邊去走的時候 去找山洞修行 那如果講山洞 你會看到非洲 它一定也不是山洞 因為山洞它東南下梁 它是大地的子宮 你要重生 你必須有一個載氣 所以山洞是最好的地方 它的力量非常的強 其實一樣 所以今天要講就是說 我們做了那麼多 當然就是說 你每次要做一個實驗 你要先做一個設定 你要證明什麼 那我剛剛講過說 我們很多東西是他們做出來的 結果已經有了 可是為什麼 我們不知道 那當然就是說 你看非洲的巫術 那非洲巫術 它基本上是來自於很多信念的力量 比如說我喜歡一個女生 那怎麼辦 那女生走過去 她用女生走過的泥土拿起來 再把她腳上踩的泥土拿起來 她捏一個桃 然後呢 最好拿到女生的頭髮 跟她的頭髮綁在一起 穿過這個桃 裡面有放些什麼種子之類的 她說一拉這個繩子 這個頭髮 女生就會很想念她 所以你知道她整個過程裡面 她用了很多新的力量 給她相信 那你要講說 這個結果看到了 可是她到底是什麼力量 這還是超出我們的 我們能夠理解的 我做我們的知識的範圍 還不足以解釋她 所以我講她超越 超越我們現在的科學 所以你說要我們用科學來解釋她 我們有的時候只是 我想也是我們的 我的一些猜想 可是如果我拿她 我現在用比較的方法 我比較她跟中國道家的東西 中國道家有很多的福 那福的時候也就是 畫這個福的時候 也就是一種念 一種信念 那她馬上在一瞬間 把那個念頭 透過圖像 然後再用火的轉化的力量 就是一個訊息 那你一樣做 你有人有用 有人沒有用 那就你看不到的 有信念的力量 那信念力量是 就像我們的力氣一樣 它是經過長期鍛鍊的 而且要經過會的人 我告訴你就是這樣子 如果以後有機會我讓你 因為我這一次這個裡面 沒有介紹很多 非洲很細的巫術 他們有 他們大概巫術 巫衣有巫衣是知病的 有巫師 巫師就是驅鬼的 然後有羽絲 其餘的 他們也分得很細 那他們各有各的一個強項 我都做了很多的一個 拍了很多的東西 那以後如果說 我們還有機會你們要看的話 你們可以看 那第二個 因為今天講的是一個概念 那第二個部分講的就是 你可以發現它 其實他們用了很多的方法 我今天我要看到一個動物 它走過去以後 我們立刻拿一個劍 它走過去的地方插下去 插在它走過的地方插下去 那這個劍就可以命中它 它自己會去找它 那這個在雲南一帶也是一樣 它的很多那個蟲 也是一樣 對 沒有骨是好的 我們講的不好是降頭 骨是非常好的 骨就是說 因為骨這個東西 它是一種木頭 叫金絲南木 叫金絲骨 叫金絲南木 那木頭裡面呢 長了一種蟲 在樹根裡面 那蟲很小 看得見 當然看得見 但是就說它很少 因為它沒有天敵 因為這個木頭 就跟台灣的那個 Tinocchi一樣 因為它有一種味道 所以蟲基本上不咬它 所以這蟲不住的話 它可以長很大 它就躲在樹洞裡面 樹根裡面 它每天只醒過來 咬一下樹根 吸它的汁 它就睡著 它就像活化石一樣 那可是有一種鳥 就專門會去吃這個蟲 它就把它挖出來 就專門吃它 它就去做那個樹幹 那每天到金絲的時候 那個季節的時候 它一敲 那蟲就會出來 它就會吃它 那人就跟鳥學 你看我們蓋房子一樣 有潮式也是跟鳥學 那個 那個 看到火也是 那個 那個 那個鳥劇 鑿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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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可以鑽鑿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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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汁就活了 那就再睡著等第二年再打雷 打春雷 就那麼簡單 抓出來以後 一打雷的時候 他醒過來 沒東西吃怎麼辦 就對峙 就你看我 我看你 就一直對 對了很久很久以後 墜落的一吃 墜落 他覺得自己墜落 就像我們那個樹一樣 我墜落的 我就犧牲 他就走到自己跑到中間 再讓大家把它分吃 那吃掉以後呢 這時候你不要等打雷 趁打雷的時候他打一種桃骨 那個骨裡面就 他在打的時候那個骨聲 就等於是雷聲 一打那蟲又活了 又醒過來了 他又要吃了 又再對峙 就一直一直一直到 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到 最末那蟲在幾次以後就開始變了 他本來是很乾淨的 開始長毛 開始長腹臉 變得很猙獰 因為他不打仗 還是看誰的氣比較強 那最末一隻 那就是骨了 曬乾呢 磨針粉叫骨粉 泡在水裡叫骨水 那東西就是他們吃了以後百毒不清 所以你看他們山上的苗族那些 這麼髒氣這麼重 他們都沒事 漂亮亮亮的 養顏美容 好得很 他就喝那個東西 那個東西很好 他能夠吃最好的免疫的東西 幫助你 那可是呢 問題來了 你要有些人到了那個地區去 跟他們女生在一起 那他為了保護你 因為你會死啊 他就給你 他就問你 你是暫時的